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現成,變成現成 這樣吃起來會更美味 那你一定要教我 是 好,那今天你這是甚麼沙律 今天是一個很傳統的 這是波士頓龍蝦絲沙律 其實這個沙律沙律配好 或者是扒雞、大廈 這個醬都很豐富 波士頓龍蝦好像名貴很多 高級版本 其實很便宜 你覺得它很貴 其實它都是100元的 還很新鮮 還在動的 對,它穿著四層 不過有時候我也想說龍蝦 龍蝦怎樣為之 剛剛熟悉呢 就是做了這麼多年 我覺得的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你只需要拿一個磅 呈一下多少克 是 當成500克 你就把它煮6分鐘 你600克 就把它煮7分鐘 你700克 即是把頭的克數加1 就是剛剛熟的熟度 我覺得我試過這麼多年 是一個小小的心得 感謝你傳承你的方法 給我 其實你如果在街市買那些布籠 那些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都很好吃 剛才放了它 這裡是450克 是 我把它煮5分半鐘 那就剛剛全部熟透了 好的 對 那我就用魚煲滾水 加鹽 加鹽要比較多 對,加很多鹽 因為怎樣煮海鮮才好吃 就是用海水煮 所以你煮水 喝起來像海水一樣 煮海鮮特別好吃 這個貌似天然 對 對 這樣煮起 只要它大煮 這樣就可以拿下去 5分半鐘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拆熟了 我們西餐廚師 做龍蝦 就沒有放廟的過程 不過我們人道一點 都可以即時 如果是新鮮 都可以即時脫離痛苦 好 然後就放進去 好 蓋上蓋 5分半鐘就可以了 好 現在過了5分半鐘 如果家裡有冰 就放冰水 如果沒有就放冰水 就放冰水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讓它 那些肉可以有彈性 即時不僅致 會煤 浸它大概5分鐘就可以拆熟了 好的 好 這隻龍蝦就浸完水了 是 那我們手上去拆它的鋼 我們現在慢慢去拆它的肉出來 對 這個頭就放在旁邊 我先處理了鋼 有甚麼技巧 可以令它的肉不要破壞 或散開的事嗎 好 我分享一個小小的技巧 那鉗上層歸上層歸下層歸下層 在這裡拆熟 怎麼可以連碗也拆出來 拆了出來 然後燉一燉 燉到你覺得它分離了 你知道的 你會否把它分離 先試試一下 是嗎 它分離了 我感覺到肉和殼分離了 這樣先開始擦殼 就一定不會刺殼 然後就在這個第二節 煮背擠著鍋 然後就可以很輕易地出來了 對… 燒灑 剛才那個鋼下面黏著這部分 其實這部分也有肉 這個好像吃蟹般剪 例如吃大雜蟹 吃蟹般剪 這樣可以拆掉 這些肉很難完成 所以我這個位置會切碎 所以就… 這樣拔出來 這樣就一部分了 通常右手也會大一點 用多點力,多點肌肉 所以它通常用右手的肩膀 就是還沒吃 所以右手會比左肩膀還要大 接著用這個身體 用腳的重量 壓它 然後一拔 厲害 完 這樣一隻龍蝦就出來了 完美無瑕 好 現在就做沙拉醬 絲茶沙拉醬最重要的材料 就是這個類似西式的鹹魚 這個叫鯛魚 對,在大型刺激市場就能買到 第二樣重要的材料 就是這個烤蝦芝士 烤蝦芝士 對,這個沙拉醬 這兩樣材料的味道是重要的 是要加的 好,我正在切這個 就是酸豆來的 是 卡牌糞 很多西餐的沙拉醬 都會用到它 好像法汁或他他汁 都會有這類材料的存在 如果不用攪拌 就要有像你那樣好的刀工 也不是刀工 切碎就行了 切碎就行了 現在你在切甚麼 這是鯛魚 吃下去就像鹹魚的味道 沒有鹹魚那麼鹹,但還是鹹的 因為它是絲沙沙拉醬的 靈魂的一部分 所以沒有它是… 不行的 就不是那樣的醬 現在是用手攪的沙拉醬 其實預備了所有材料 不需要像肌肉分次序 因為肌肉先加了芝士 可能整個汁就會很稠 如果用手攪 基本上把所有材料混在一起 這樣就完成了 快手 這是原味的蛋黃醬 不要買一些日式 本身已經很重味的沙拉醬 否則混在一些再重味 就會很鹹 所以我買一個完美的蛋黃醬 就可以了 這個菜式也有少許蒜蓉 有些法國芥末 Dijon Master 接著有稠汁 稠汁也放進去嗎 對 芝士水 我把芝士水一半就放在這裡 有些東西放在上面 然後我想再加一層脆的口感 我會把芝士水煎一塊脆的 巴馬臣芝士的一間 這樣就留一點 然後用一種檸檬汁 把材料混合起來就可以了 把材料混合起來就可以了 它的顏色 喜歡我平時看的芝士水衣服 簡直是它 我認得你了 認得你了 今天做完沙拉醬 芝士沙沙拉 今天就有其他材料 當然少不了這個羅馬山菜 沒錯 如果你真的賣不到羅馬山菜 在街市買的西山菜 也可以做這個策略 不過加羅馬山菜會比較好 是,刺激會比較多 我焗脆煙肉 煙肉如何焗脆呢 就是賣回來,攤在盤上 將它入焗爐 160度,18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煮一個脆扒慢陣 首先有一隻平底鍋 先調到中火 其實很簡單 真的嗎?真的 先把芝士薄薄的一層 這樣就可以了 你是要煮得它有脆香的感覺嗎? 金黃色的感覺 像一塊芝士片一樣 油也不用加的 不需要的 薄薄的一層 再開中火 讓它煎一下 現在有點泡泡了 對,還不可以的 還不可以的? 還不可以,要有一點顏色就可以了 其實這是一個超爛人的方法 其實將它用牛油脂 撒在微波爐裡 然後撐去40秒,完成 好,完成了 這個狀態就算不錯了 因為這是電掃爐 因為我放得很熱 所以就離開一下 離開一下 先不要太受熱 大概等它一分鐘內 就可以撐起來了 好 待會吧,先冷凍一下 看你的表演 好,現在還沒脆 它等一會就會脆 這樣就可以整塊氣 很簡單 這是川洞的Pancake 對,我覺得川洞比較漂亮 就是有點美感 其實如果再大膽一點 可以再少一點芝士 它中間會有些孔孔 看起來更漂亮 這個簡易版 密一點一定會成功 好的 先伸手試這個 是,這樣就可以了 就像雞蛋仔般吹乾它 它就會脆 上次炒香麻花粒 好 橄欖油 大量橄欖油 這麼多,剛剛薄薄的一層 好 然後蒜頭 洗乾淨,連鼻子也有營養 然後就百里香 百里香 這兩樣的油就放就算了 這兩樣好像炒牛扒一樣 對,八答的這兩樣 魚也可以,肉也可以 麵包也可以 真的,這個味道是八答的 中火慢慢炒香 然後放進去 那我不放鹽了 因為醬又鹹 芝士又鹹 煙肉又鹹 那這個就這樣 有脆的口感就可以了 也有很多功夫了 這個過程大概都要一點時間 因為如果太大火 裡面又不脆 外面就焦了 所以有一個中火 中火 大概三、四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將它140度 入爐焗12分鐘 這樣也能做到脆的效果 二度目 是嗎 我是空炒專家 我放入空炒也行 是的 但是炒就會很適合 那如果它的話 要不要放八里香和蒜頭進去 也要,八里香蒜頭和腩油 即是放腩油 也可以 它這個狀態 像我平時買一粒粒的 是,如果全部都是這個顏色 那通常會很脆的 好,裝嵌完成 好 好 想想身邊的女士們歡心 當然是要照顧好我們的甜品味 對,焦糖燉蛋是不少人的志愛 既簡單又美味 大廚加添身主意 加入鮮產 馬上帶來意想不到的驚喜 Anson,這一包回來會教我們做什麼呢 今天做個法國很傳統的甜品 是一個法式焦糖燉蛋 Creamble呢 Creamble,對 有很多種味道 今天我做個橙味的 因為我覺得很環保 因為我只要用橙皮而已 裡面的肉就像平時吃光 吃了都可以的 即是平時撕完橙 剩下的橙皮就可以做這個甜品了 是的 或者用了皮才可以 吃了橙才可以 很簡單而已 好,要什麼材料呢 有忌廉、雞蛋、橙、糖和雲呢拿油 雲呢拿可以加雲呢拿圓條液、枝 可以加雲呢拿糕 如果再經濟一點,我們用雲呢拿油 也可以 是的 不過這個橙味就不要事前一晚 先把橙皮刨出來 這個忌廉就會有些橙味 放些橙皮在忌廉 浸過夜 是的 那除了橙之外 其他生果有沒有其他選擇呢 生果、西柚、皮味、檸檬 都可以做到這些效果 今天剩下的橙味 好,大概兩種橙皮 這裡有500ml的忌廉 紫水要放進去 那橙當然要事前洗乾淨 是 將它浸過夜 先把它出一出味 我們把保鮮紫板雪茄就可以了 好的 好,Anson 這個橙皮已經浸過夜了 對,這個已經浸過夜了 就可以隔了 它的狀態已經用完了 就可以隔了 這樣就可以了 再弄掉橙皮 對,然後隔掉橙皮 對 如果不用忌廉,用奶這類可以嗎 這個甜品一定要用忌廉 一定要用忌廉 對,忌廉一定用忌廉 無可取締 無可取締 好 如果用奶,我會建議 煮一個衣式的奶凍 煮完之後是稠的 不過要加魚膠片 魚膠片 對,比這個更方便 只要… 冷凍就可以了 對,只要奶和糖 加魚膠片 有份量煮 然後加一些冒糖 冷凍就可以了 這個我也很喜歡吃 對 下次記得教我們 沒問題,這個更簡單 這個也很簡單 好 對,現在我們可以煮 用忌廉 如果煮忌廉,就不要大火煮 因為有時候看不到 爐的味道還沒降溫 會沸騰 所以我建議中火慢慢煮 慢慢煮 由它煮就可以了 這個忌廉要煮多久 這個忌廉 煮至微滾 微滾 對,我們不需要墊低它 只要微滾就可以了 好,我們做下一個步驟 好 我先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是 把蛋黃割開 然後把它… 這個只有蛋黃 對,這裡只剩下蛋黃 這裡有多少隻蛋黃 這裡有多少隻蛋黃 如果這個菜式有很多人吃 這裡有八隻蛋黃 八隻蛋黃 其實這個有多少人份量 如果用這些小盆 其實可以用12杯 對,這個份量 不錯 這個有朋友來家裡嗎 有派對嗎 我們倆有很多人 所以剩下多一點 沒錯 沒錯 對 那麼,現在首先要怎樣 就是把蛋黃發出來 是 你發成什麼狀態 無需任何狀態 只需拌勻 只需拌勻 所以很簡單 這個我擅長 Henson,你有沒有特別選擇 什麼類型的蛋 想用很優質的蛋 我知道 我自己用的蛋 本身我會用日本蛋 因為我用那麼久的 日本蛋 都沒有像壞的蛋 所以這個也是日本蛋 對了 對,攪拌均勻 蛋黃之後 然後我會加糖 然後再攪拌均勻 這個也是攪拌均勻 對 好,接著攪拌均勻 對,攪拌均勻 慢慢來吧 先倒一點 而且倒的同時 要不斷不斷用力 這樣攪拌均勻 對 我都要重拌均勻 那些人才能做到 也不是很簡單 這個算很簡單的甜品 對,全部倒進去 好 最重要是不要起粒 夠滑身 這樣就完成了 最後加少許雲呢 對 我看到一些人 例如做燉奶 想更滑身 會再用鮮魚去濾它 對,我們現在也會 我們也會這樣做 對,因為始終蛋黃 裡面也有少許粒粒的東西 要加出來 好,那現在加一加 好 那就行了 再滑身一點 對 如果再不想要面對的泡泡 我們就可以拿一支火槍彈一下 輕輕的兩杯氣爐 沒有了面對的泡泡 這盒就可以放進焗爐裡燉 今天我用一個很傳統的方法 就是用焗爐燉它 即是浸著相片焗它 其實也有很多方法 是嗎 如果家裡的焗爐不是光焗 不是快線有風的爐 可以低溫一點 直接不下水也可以 或者可以用蒸的方法也可以 也可以嗎 對,而且有時候 你會用家裡的玻璃的蜜石瓶 直接用零碼的蜜石瓶 用鍋子用水來煮也可以 那很方便 對,其實有很多方法 電飯煲也可以嗎 電飯煲…要試一下 也應該可以 電飯煲也可以做蛋糕 對,也可以 只不過電飯煲當成一個水煲 煮起的時候 把蜜石瓶泡進去也可以 我今天教一個很傳統 很簡單的方法 這是高級儀器 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就這樣倒進去 當然可以了 只不過現在可以和你說話 比較瀟灑 很專業 對 大概八成滿 留一些位置放糖和燒 不要太悶 很瀟灑 對 其實它的方法也很快 很簡單 放進去 放進去,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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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懷疑這個更容易 做啫喱 我現在先放進去溶氣 起碼放進去深度 放進去過面 過面的 過面的 對,我會放進去 再放進去 放進去熱水 不會放進去水 又不知道會浮起 那倒是 對 起碼放進去一半 也不要太悶 因為放進去焗 放進去焗爐的過程 有機會水會掉進去面 那真的花了心思 對 進去焗爐也有少許貼紙 不要放太高的位置 不要太近快 如果面部就會乾燥 放進去低一點的位置 低一點 不要太貪心 還是一半,全部都不要過面 要不然混在去過程 都會寫完 整本是全熟了 明白 對,那我就可以進去焗 我們現在進去焗 160度,30分鐘,完 拿出來之後 就會拿走水 將它放進冰箱冷藏 兩個小時 然後在表面上加點糖 用火槍射到金黃色 糖脆便可以吃了 好,到試吃時間了 試試你的波士頓龍蝦 先試一下 好 很厲害 這是我平常熟悉的 薩薩製的味道 但是用你一手 一腳去調教出來 對,解頭怎麼做出來 很厲害 也是那句 一道薩薩製的 最重要是 麵包和巴馬臣芝士 如果這兩個味道做到 其實味道也是一個味道 而且我也很欣賞你 麵包的味道 因為你加了百里香 和蒜蓉這樣炒 是香很多 對,會比正常更香 再加上你親手 施解的龍蝦 而且龍蝦是新鮮買回來 剝殼去煮 剝殼去煮 是特別鮮的 特別鮮 特別鮮 應該是的 你知道我這些香港女生 最喜歡吃沙拉 假裝減肥 這個應該可以騙人 對,這個可以討好另一半 再試買一個 淡味的椒糖 簡單 應該是這個味道 對 很誇張 我一吃下去 是很滑 融化了 很滑、很滑 而且味道… 要剛好鋪著 但又… 你看到也是流質的 對,你看看 就是這種感覺 它是這個很豐富 對 流質很滑的感覺 但又是一個平的狀態 那就剛剛好 再加上它有一個濃濃的橙香味 是 本身它也豐富 但是你配上橙香味 你會覺得 沒有那麼膩 味道還挺新鮮 對,應該會這樣 而且很環保 橙的肉就可以平常吃 我們只需要皮 做這個甜品 我覺得加上味道是不錯的 下次我們偷皮 做這個Creamble 好… 真是一流 謝謝你,Anson 教育了我們這兩道 這麼精彩的菜式 會決定回家 你… 試一試吧 試一試 好 好,做有什麼時候 要成功才行 好 我們下集再見 好,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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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